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光大师华语精华 第21段 我们上一堂课讲到 安世全书 福田因地说 我们讲到 益寿同果 我们接着 再看八十八页 最后一行 唯恶善终 唯恶得得善终者 今生知恶果未属 全生知善果先属也 喜有一人七室杀羊而不堕山徒 过世以后所杀之罪 一一常缓 一一常知 凡二人得福皆作四贯 这个在大帐一栏 这个小字 大帐一栏 里面 所记载 唯恶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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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现前 这个社会上 也看到过 就是这个人 在生不干好事 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呢 他临终 其实得到善终 这个问题 自古以来 古今中外 都有 那么也因为 看到这种现象 看到一个人 他也没做好事 而且都是在 造恶业 干坏事 那他怎么得到善终 因此啊 有很多人 看到这种现象 对于佛法讲的 因果报应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就起了怀疑了 就失去信心了 认为 这个 造恶 也没有什么恶报嘛 而且 还看到他得到好报 所以对这个 善乐因果啊 他就怀疑了 就不相信了 那么为什么 会有这种现象 他这一生 造了很多恶业 得到善终 这一段 就是给我们说明 给我们说明 他的原因 为恶而得善终者 今生之恶果未属 就是这一生 看到他造恶业 但是他得到善终 是因为啊 今生造的恶业 果报 还没有成熟 佛在经典 讲啊 善恶因果 因要结成果 这个不是同时的 它这个 有个过程 有一个时间 好像我们种这个种子 种瓜 那这个种子的 种种下去之后 不是马上就长出瓜来了 它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半年一年的 它才会结成果 不是那么快 那马上就结成果 所以这个因 结成果啊 它是有 时间 这个时间长短 也不一定 也不定 这里给我们讲 今生恶果未属 最生今生造的恶业啊 那个果还没有成熟 所以没有看到它受恶报 那么全身它造的善因 这一身结成果了 善果先熟了 它这个善的果报啊 它先成熟 先成熟的先报 因为它这一身得的善果 是它前身造的善因 这一身得的善果 那么这一身造的恶因啊 是来生 后生 或者无量节之后 得果 这一身造的恶果 没有成熟 但是过去生 它也有造善因 这个善果 现在成熟了 所以看到它造恶业 受善报 就是这个原因 前生啊 它有造善因 所以我们不能 认为啊 这个造恶业就没有恶报 这个这个一定有 就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时辰未到 就时间还没到 不是没有报 那么这里 举出 过去啊 有一个人啊 七次杀羊 而不剁山土 这个出自于大藏一栏 这个书里面 习就是过去有一个人 他七次啊 都在杀羊 以杀羊为业 就是我们现在讲 这个屠宰业的 做杀生这个行业的 杀羊 而且啊 不是一生一世 七次都在杀羊 那七次呢 都没有剁山的道 这一生造这个杀羊的恶业 来生他还是来做人 做人又继续杀羊 后生他又投胎做人 又杀羊 这样啊 联系七次都在杀羊 他没有剁山而道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生啊 他那个善果先熟 他先受人天善报 这个福报 想完之后啊 过世以后 所杀之罪 一一藏之啊 那个全身修的福报 想尽啊 那这个七次所杀的羊啊 他一一的偿还 剁山二道啊 一一去偿还 凡二人得福皆做事官 凡是二人啊 看到他现在造恶业 他看到我现在好像得意的不得了 我们要做如事官 就是他过去修的善果 现在他成熟 他现在享受那个福报 福报 想尽啊 这一生造的恶音啊 他就要受恶报了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是为恶善终 对我们看到了 赵二业啊 他善终 他的果报好 就是这个原因 下面这一条讲 为善恶终 为善 而获恶终 今生善果未熟 前生恶果先熟也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讲 一生看到他做好事啊 好事 但是呢 他死的时候啊 很凄惨 恶终就是凄惨 我们现在讲 现在一般的话讲 不得好死了 恶终 不是善终 这个人一生行善 他的果报 就得到恶终 死的时候很不好 那什么原因呢 今生善果未熟啊 这一生造的这个善音啊 那个果报还没成熟 这个善的种子种下去 还没有结成果 还没成熟 但是前生造的恶音啊 这一生恶果 它先成熟了 那么先成熟 那就要先报啦 那个 好像水果啊 先熟了 熟了才能吃啊 哪个先熟 就先吃哪一个啊 这个 是这个原因 那么下面这一段 我们继续看 蓝又有见为二宗 而十亏二宗子 这个两句 蓝就是说 上面啊 上面啊 虽然这么讲 上面啊 就是这个 讲出 为什么 为善 它会有二宗 这个 现象 上面这两句 给我们说明 蓝就是 虽然是 这个 强法 那另外啊 又有 见 为二宗 而十亏二宗子 我们看它 它临终 不好 二宗 但是呢 实际上啊 它 并不是二宗 我们看的现象啊 好像很不好 但实际上啊 它并不是不好 灰就是不是啦 不是二宗 看的好像是二宗 实际上 它并不是二宗 下面 举出 经典的 公案 来给我们说明 这一桩事情 如 牧牛 小儿 采发 贡佛 中路 被 牛 猝死 其神 其身 刀立天 出 辟益 经 这个 如 那 比如啊 在辟益 经里面 讲啊 牧牛 小儿 就是放牛 的 小孩子 在野外放牛的小孩子 那么他采了花 采了鲜花 看到佛来了 他很欢喜 就把这个花 拿去啊 供佛 供养佛 但是呢 走到 半途啊 中路 被牛 猝死 被这只牛啊 用那个牛脚 给他 猝死了 那个 还没有 拿到佛钱啊 就被牛 猝死了 那这个 那这个是 二宗啊 那我们看到 这个现象啊 这个牧牛 小儿 他是花 善心啊 他这个 拿这个花 要去供养佛 路途当中 借被牛 给他猝死了 那个猝死 是二宗啊 我们现在讲 恨死 这个 我们看到啊 好像好心 没好报 他 供佛啊 花心去供佛 为什么会得到 这种 不好的果报 那我们看的 这个果报是不好 但实际上啊 他并不是不好 其神 吉身 道立天 但他死了之后啊 他升天啊 那他不是 多三二道 他升天啊 看到他 饿死 但是他 升天啊 所以这个 像这个 这个例子 就是 又有 见为二宗 而死灰二宗 看到他 不好死 死的不好 但 并不是 真的不好 他 很好 这是 出自披衣经 那 下面 说 弥吼 见生 而喜 细披 加沙 施主 堕 罪 暗 而死 其神 即生 天上 事也 这个是经历异象 经历异象 里面的公案 女猴啊 猴子 看到出家人啊 他生欢喜心 看到出家人 生欢喜心 细披 加沙 那他也很欢喜 他这个 好像游戏 这样啊 也拿这个 生人的 袈裟 来披在身上 他也很想 做生人 这个 见生 而喜 他这个 见生人 而喜啊 这个也有功德啊 这个有功德 那个 有的人 看到出家人 他就讨厌 那这个果报不一样 这个 我听说香港这边啊 有人啊 看到出家人啊 他就很讨厌的 特别是一大早 他要去赌钱啊 看到出家人啊 他就 生烦恼了 那我后来问说 为什么 出家人也没得罪他 那为什么他看到出家人 他就 生烦恼呢 他说啊 出家人 剃光头 然后今天去赌钱啊 就输光光 所以他就 看到这个出家人啊 他就生烦恼了 今天去赌钱啊 那肯定输光光的 那 我们也可以知道了 那肯定输了 因为他心里就想输了嘛 万法 一切法 违心照 所以有人看到出家人 很欢喜 有人看到出家人啊 他很讨厌的 那这个出家人的 这个形象 他是一样的啊 但是啊 每一个人看啊 他心的感受不一样 心的感受不一样啊 他的果报也不一样 那谁造的啊 他自己造的啊 自己心造的嘛 那么这个猴子啊 看到出家人 他就生欢喜心 那好像游戏一样啊 披这个袈裟 但是呢 很不幸 他就玩了 披袈裟 很高兴 但是呢 碎癌而死 掉下闲癌下面 那摔死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恶中啊 不好啊 他对这个出家人 生欢喜心 那怎么得这种果报呢 但是看到这个现象不好 但是呢 他的果报很好啊 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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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 是也啊 他的 神灵啊 就生到天上去做天人啊 他脱离畜生道了 那怎么不好啊 看到现象是不好 那实际上他很好啊 这些因果这么威胁的情况 如果没有佛在经典给我们说明啊 我们官夫啊 常常也看不懂 总之 因作善而死 未有不得善报 特一时 肉眼不适耳 总之就是 总而言之啦 总说一句话啦 如果因作善而死 你作好事 得到恶死 恨死 没有不得善报的 所以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只是我们一时啊 我们环乎肉眼 我们不认识 我们不明白 我们读了佛经 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自己将来啊 成佛啦 自己也就彻底明白了 现在呢 我们还不明白 叫依法 就是规依法 依经典 我们要依靠经典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一段 生乐 心不乐 这个生乐 心不乐啊 就是说这个身体 很享受 很享福 吃穿 那颗用 都不缺乏 物质生活 很丰富 那生很快乐啊 但是啊 心不乐 心里不快乐 身体很快乐 心里很不快乐 那这什么原因呢 什么因果呢 修复凡夫 今生事事如意 可谓生乐意 然不知初事 未脱轮回 终不免三二道之忧 那这一段啊 就给我们讲到 初世间法的重要 我们没有脱离六道 那这个 心啊 没有办法得到 真正快乐 所以修复凡夫 我们凡夫啊 修复 那么过去生修复啊 今生事事如意 今生啊 享受荣华富贵 可谓生乐意啊 这个生很快乐啊 然不知初事 未脱轮回 终不免三二道之忧啊 虽然啊 生很快乐 但是不知道 初世间法 他的忧患 总是存在的 没有脱离六道轮回 最终啊 也免不了 剁三二道 过去生修复 这一生享福 享福当中 难免又迷惑颠倒 造罪业 福报享尽啊 来生剁三二道 所以佛在经上讲啊 三四月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 这个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虽然眼前得到 这个身体啊 方方便便啊 物质享受 都很快乐 但是心啊 总是会忧虽 这次生乐 心不乐 下面是心乐 生不乐 罗汉已断后有 可以永别山徒 长此六七 心胜乐 若使未尝修复 则一切供养 亦不能如意 这个是阿罗汉 以断后有 见师父断庆了 后面没有了 就不需要再到六道里面来投胎 生死轮回了 他超越六道了 他心很快乐啊 阿罗汉的快乐啊 我们无法体会 我们看到佛在经上讲 我们体会不到 因为我们还没有 证阿罗汉 所以他到底是怎么快乐啊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读无量寿经啊 往生到极乐世界啊 还没有证阿罗汉 待悦往生到极乐世界啊 那个快乐啊 犹如落尽比丘啊 落尽比丘就是阿罗汉啊 那那个形容啊 那个像落尽比丘那么快乐 心很快乐 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那就是心快乐了 我们现在呢 心里有烦恼 物质生活再丰富 心还是不快乐 所以这个地方讲 阿罗汉 一段后有他心 他是真的得到快乐了 可以永别山土了 那永远啊 不夺三个道 长辞六气 不再受六道轮回之苦了 心胜乐 这个心的快乐啊 我们凡夫想象不到的快乐 但是呢 若使未尝修福啊 阿罗汉啊 如果他过去身没有修福 那他这个供养啊 也不能如意啊 所以经上有一句话讲啊 修福不修慧啊 大象挂阴落 修慧不修福 罗汉脱空波 这个阿罗汉没有修福 但是他烦恼断啊 他修智慧啊 烦恼断啊 但要吃一餐饭啊 要去脱波啊 他都脱不到 肚子要挨饿啊 一波饭都脱不到 都要不到 那过去啊 修慧不修福 那另外一个是 修福不修慧 医吃 但是福报需的很大 剁三二道 做大象 做国王的座棋 那国王的座棋啊 那装饰的很漂亮啊 全身都是挂阴落 所以修福不修慧啊 大象挂阴落 修慧不修福 罗汉托空波 所以佛劝我们啊 要福费双修 所以大家来这里啊 来修啊 我们都要福费双修 大家将来得的果报啊 就会跟佛一样啊 二足尊福 满足 满足 惧也满足 这样才是正确的 不能够偏啊 福费双修 我们再看九十页 一行 大师小福 就是很大的布施 得到的福费双修 得到的福报很小 波乐经营 若菩萨 但死财宝 七真 不发心成佛 救度一切众生 虽精 虽精恒合杀绝 得福有少 那么这个小字里面 有注解 会增少也 特教之 发心成佛 为少尔 这个说 这里讲啊 不是真的很少 这是说比较起来啊 比那个发心要成佛的 要比较小了 比较小 但是啊 也不小了 是一个比较 比较上来说的 那么菩萨 有十教菩萨 有全教菩萨 全教菩萨呢 还没有 大策大悟 在十法界 的菩萨叫全教菩萨 那么菩萨呢 使财宝七真 他不发心成佛 菩萨呢 是因啦 成佛是果 为什么说 既然啊 他就行菩萨道啦 就是 发心要成佛啦 要救度一切众生啦 那这个发心啊 我们要看出自于什么经 他这个发心啊 层次不一样 这个是出在波勒经 波勒 波勒经有六百件 那么我们 作法会常念的 波勒心经 这个我们大家 念得很熟悉啦 还有一部经啊 金刚波勒 波勒命经 金刚经 那在我们中国 很有名的 那什么叫 要发心成佛啊 要有波勒啦 没有波勒啊 就不行了 实在讲啊 佛法以波勒为中心 没有波勒就不是佛法了 而变成世间法了 那发什么心啊 化菩提心啊 这个金刚经讲啊 菩萨要发度无量无边众生 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 这个波勒经啊 金刚经也是一个代表 依照金刚经来发心啊 那就成佛了 就能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了 所以这里是举出波勒经 就是依波勒经啊 来发心 那这个福就大啦 你看金刚经讲啊 这个这个 一个比较啊 若有人啊 这个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去布施 布施给一切诸佛 供养诸佛 那这个福报啊 我们想那大的不得了啦 哪有办法 这个这个 跟供养佛比较呢 我们不要说供养佛啦 供养一个阿罗汉 那就不得了啦 经上讲啊 这个供养佛啊 在七年的时候啊 那个罗汉啊 脱波脱不到饭 他自己带个饭盒啊 盒饭 这个砍柴要吃的 看到罗汉啊 脱波没有 他那一盒饭就供养他啦 后来啊九十二节啊 他不受贫穷之报 供养一尊罗汉 那福报就这么大啦 供养一尊菩萨 供养一尊佛 那还得了 而且啊 是用七宝啊 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这样来布施供养 那这个福报实在是 我们也算不清楚啦 有多大啦 但是呢 金刚经讲啊 如果有一个人啊 用这个金刚经啊 为人远说一四句句 四句经文 一首记 为人远说 祈福圣彼 他的福报 胜过 那个用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布施的 这个菩萨 那以前啊 我看到这个经文啊 也是有怀疑 这个金刚经一世纪记 那一世纪有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呢 啊 啊 这个 我们也要知道啊 啊 这个 一世句句 为人远说 啊 如果 那一个人啊 他听懂了 你就帮助他成佛了 啊 不但超越六道啊 而且成佛了 那么你 啊 布施 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死财布施 布施一切众生 那众生的物质生活是很丰富啦 没有优利 但是他不能了生死啊 不能成佛道啊 那这个 比较起来啊 那我们就 明白了 原来佛讲的 那这个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那个四句句啊 能帮助你了生死成佛道 啊 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他不能帮助你了生死成佛道 啊 啊 所以这个 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啊 啊 所以这个 引用波乐经啊 啊 我们 读读金刚经啊 自然就明白了 啊 所以大师 小福 下面这一条 小师大福 精又云 若菩萨布施时 能回向无上菩提 救度十方一切 虽少行师 佛福无量 这个是小师大福 这个经典又讲了 若菩萨布施的时候 能够回向无上菩提 救度十方一切 这心量大了 啊 回向就是 拓开心量 像金刚经讲的这样 拓开心量 拓开心量啊 拓开心量啊 我们这个 我持自然就没有了 啊 那这个福报啊 当然就无量无边了 啊 这个不是多少了 无量无边了 嗯 这个下面这个小字啊 说二则 以前师少福多 各自一意 那么这个地方 举出的例子啊 大师小福 小师大福 跟前面讲的 师多福少 师少福多 这个不同的意思 这个意思不一样 新地自成佛 无以复加以 福田自成佛 亦无以复加以 那这讲到成佛啊 就没有比这个再高了 无以复加了 是 福报智慧啊 就是最究竟圆满了 好 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武以顺境正当修福 啊 这一段啊 啊 这个 题目 就是说 武就是我们啊 遇到顺境 顺心的境界 正当修福 正应当修福 这个时候啊 正应当要修福 下面呢 给我们解释 是 人欲顺境 人欲顺境 当至念约 五家父族 素身定从 物施中来 今世欲当 祭人利物 无身无病 素身定从 慈悲中来 今世欲当 戒杀放身 辟语 辟诸灯 临时 即当 既已 高游也 人啊 我们这一生的遭遇 都是顺境 事事如意 家庭啊 很富有 很充足 那素氏啊 素身一定是从 这个 这个 牧师中得来的 那么这一世啊 越应当啊 祭人利物 我们 更要啊 去帮助人 利益万物 祭人利物 做这个 有利 众生的 事 无身无病 那么 我们身体很健康 没有病 素身啊 定从 慈悲中来 过去身啊 修慈悲心 那么 这一世啊 欲当 戒杀放身 那这一世啊 更应当啊 要戒杀 要放身 把我们过去世修的这个慈悲心啊 延续下来 那下面这个是辟育啊 譬如 朱灯 圆明石 好像我们点这个灯 以前啊 点这个油灯 点这个油灯 那现在呢 用的是电灯啊 以前点这个油灯啊 要加油 这个灯啊 很亮 那不断的加油啊 他就保持啊 一直啊 明亮 这个是比喻啊 过去身有修 这一身啊 继续修 不要间断 那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啊 这个布施一定得财富 那么财富得到之后又要布施 那越施就越多了 生生世世都修 生生世世都得财富 不缺乏 不要中断 好像这个灯啊 那个油啊 不要让它烧干了 没有加下去 它就灭掉了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福报啊 有钱啊 应该更要啊 继续修复 那么来生来世啊 那个福报就比这一身就更殊胜 这个在《地藏菩萨本念经》 有没有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那么现在虽然是没有点油灯 现在我们用电灯 那个电灯要充电 你电也要不断的补充 它才会不会断 这个光明啊 才不断 这个意思是一样 就是我们要继续修 不要停止 不要中断 只是讲顺境 正应当修复 正应当修复 无欲逆境 亦能指福 那么我们如果遇到逆境呢 不顺心的境界呢 也能够指福 种植这个福田 逆境也能种植福田 若欲逆境 对斗争 常愿天下皆和谐 无若昏移 常愿天下有智慧 无若六根不济 常愿天下皆得相好 每逆境 每逢一种患难 即愿未来之事 救度此种患难之人 其非环瑙即是菩提 毒药翻成甘露灾 不知知福之凡此 这个我们如果遇到逆境 也能够种植福田 若欲逆境 当日遇到逆境 逆境很多了 我们俗话讲 人生不如意识 十之八九 我们人生十桩事情 有八九桩不如意 不如意就是逆境 顺心 那么我们遇到逆境 就自己要这么想 无知困恶乃素恶所遭 我们现在遭遇到这个困难 灾恶 过去是造不善恋所遭感的 这个不能怨天由人 就是不可以怪天 不能怪人 若能顺受再失常矣 那如果逆来顺受 就像还债一样 过去生我们造的不善恋嘛 这个人他对不起我 他骗我 过去生 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 我曾经骗过他 这一生被他讨债讨回去 就还掉就算了 那么不只如此 不特辞也就是不只如此 无若贫穷 常怨天下富老 如果我们很穷 那希望天下人 大家都有钱 不要像我这么穷 发愿 这个也是修复 无若多病 常怨天下皆康强 如果我们身体很不好 病很多 那么我们常常发愿 愿天下 所有的人 都健康强壮 不要像我这样 那这个也是修复 无欲斗争 常怨天下皆康强 那看到斗争 我们遇到斗争 特别现在这个时代 我讲 斗争坚固 各行各业 国与国 各行各业 人与人之间 互相都是在斗争 所以这个时代 佛在经典上讲 斗争坚固 走到哪里 都是在斗争 提倡斗争 那么我们遇到这个斗争 那常怨天下皆和谐 不要对立 我们敬老和尚 现在在提倡 化解冲突 化解冲突 化解对立 化解冲突 所以 我们敬老和尚 我们敬老和尚 现在所做的 就是这一串事情 就是 常常发愿 因为天下 都和谐 不要有斗争 斗争很苦 双方面都很苦 应该化解对立 化解冲突 常常常这样 所以现在在联合国教科院组织 就是提倡这个神爱世人 种族与种族的和谐 宗教与宗教的团结 这个就是具体做出一个和谐的示范 这样推广到全世界 这个世界和平才能真正落实 避免战争 那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自己啊 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这个愿 有这个心 就有这个果报 无若分离啊 常愿天下有智慧 如果我们哎呀 觉得自己很欲吃啊 没智慧 但希望啊 天下的人啊 大家都有智慧 那不要像我这样啊 这么没智慧啦 希望他早一天 希望大家都智慧啊 超过我 超过我 无若六根不济 常愿天下 皆得像好 这个六根不济啊 就现在讲的残疾的 残障 这个残疾的人 就是如果自己六根不济啦 要常常发愿啊 天下的人啊 大家都得到像好庄严 六根具足 每逢一种患难 即愿未来之事 救度此种患难之人 那逢到了各种患难 那就发愿未来之事 救度啊 这种患难的人 要花心啊 去帮助他们 救度就是救济 帮助 帮助他们 这个 化解这个犯难 解除这个犯难 那这样啊 我们虽然一道逆境 我们这个心的念头一转 那就变成啊 转烦恼为菩提啦 那就转过来变成菩提啦 把那个毒药啊 翻成甘露灾啊 毒药变成甘露啦 我们中国这个 毒药有名的就是匹霜啊 那么以前我去给一个中医看病啊 他给我讲 他说匹霜啊 把它炼啊 炼到那个毒性没有 就是最好的良药啊 那个毒性给它去掉 那匹霜是 经过炼 它就变成了很好的良药 所以啊 这个 用这个来比喻啊 毒药翻成甘露 那变成甘露啦 逆境啊 变成啊 这个 成就我们 这个 各种殊胜果报的 一个 正上眼 不知知福者 不知知福就是不知道 种植福报的人啊 那就 反过来了 不但啊 不能转烦恼为菩提啊 就烦恼增长 总是怨天尤人啊 我们稍稍不如意 就怨天尤人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 我们 这个 遇到这样的境界啊 自己 调整自己的心态 调整自己的心态 那依照这个来调 我们马上啊 会把 环绕 变成 菩提 我们再看下面 他能作恶我亦受福 就是别人造恶业 我们也能受福报 二世未曾力能劝主 福在无疑 二世既曾愁忧不乐 福在无疑 二未波扬多方隐晦 福在无疑 二既波扬用以垂戒 福在无疑 二既已无 无能忍受 福在无疑 二既已忍 勸忍忍受 福在无疑 他能作恶我亦受福 别人造恶业啊 我也能受福报 那什么道理呢 下面讲 二世未曾力能阻止 就是二世还没有 造成啊 他要造这个恶业 我们去劝他 去阻止他不要造恶业 这个人也要造恶业 那我们知道了 赶快去劝他 去阻止他不要造恶业 那我们发这个好心啊 这个 欠人家不要造恶业 那福在无疑啊 他发心造恶业 那我们劝他呢 不要造 那福报在我啊 所以 我们也不必要去讨厌恶人 一到恶人 恶事 我们也能受福 说恶事既成啊 愁忧不乐福在无 那这个人啊 他恶业已经造了 来不及了 你欠你没有用了 已经造了 那么我们为他担忧啦 那造恶业后面有恶报啊 为他担忧 那这个心啊 愁忧不乐福在无疑 那他造恶业 那我们修福我们的福 二位拨养多方引慧 胡在无疑 那这个恶啊 还没有传播出去 还没有仙良出去 那多方给他 引恶扬善 那这个福报也是在我们身上 那别人造恶业 那我们这样做 他造恶业我们也受福 说恶业拨养啊 用以垂戒不在无疑 这个恶业呢 不幸啊 被人家发现啊 传播出去啦 宣扬出去啦 像现在呢 报仓杂志 电视都爆出来了 爆出来了 我们要去给他隐瞒 也没办法了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引用这个 来作为 劝以后的人啊 不要去犯 劝戒 戒就是禁止 不要去犯啦 你看某某人啊 造了什么恶业 现在啊 这个得了什么恶报 以这个作为啊 借敬啊 来劝戒 后人 那我们也得福报 引礼为戒 那我们也得福报 恶吉于无啊 无能忍受 福在无疑 那这个恶人啊 恶事啊 夹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被人家骂啦 被人家酸啦 被人家陷害啦 那我们能忍受 福在无疑 那他造恶业啊 那我们能忍受啊 那我们就有福报了 恶吉于人啊 欠人忍受 福在无疑 那这个恶人啊 造恶业啊 那去加害别人 那欠这个人啊 哎呀 你要忍耐啊 要忍受 不要计较 那么我们欠人啊 修忍路 那福报也在我这里 所以 遇到恶人恶事啊 我们都能培植我们的福田 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修 那么下面啊 引用五个公案 经典的公案 有五折 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节课 继续来学习下面 这五个公案